港英方面拒绝了解放军施工队进港 解放军先前组昨天正式到公共署申请备案 他们自己做工程 就凭先前组那几号人要安装雷达站啊 那有什么稀奇的 大陆人就喜欢这样 一个乡下包工头 再加上几个种田的亲戚 一样可以盖世贸大楼 可是先前组从将军到士兵才四十人 而且他们都是专业的军官 对泥水技术根本就不懂啊 而且谈判桌上用去四分之一的人 跑马路又用去了四分之一 两个通讯站 六个中间站 今天离七月一日只剩下六十二天 就算他们都成了神笔马良 大笔画也画不出来啊 我们俩在凤小宫 你是组长啊 我听你指挥啊 你是我的助手 我的助手就不能超上那站着 只数数 知道吗 我没超上手站着啊 别人干多少 我同样干多少啊 那还不够 你得负更大的责 知道吗 得鼓起劲来 像比那个叫针的骡子往上冲啊 怎么不说话啊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鼓刀半天的那个工程管理程序 得不到别人重视 你提出的这个 说这个这么干太貌事 李副司令也没听你的 你说你是干体力活 不能填自己的价值 就灰心了 出事了 看破红尘了 对不对啊 我没你想的那么绝无地 你没那么绝无地 怎么个没经济神啊 怎么就 别人干多少 你干多少啊 过去你哪一次不是人上人啊 哪一次不是都树架了 还要蹦一蹦 飞到天上去 你怎么看不出来啊 说实在的 施工任务能不能完 我心里也没点 我也捏把汗 军队不是工人展仰的那个雕塑 也不是纪念馆里的解说词 军队啊 它是国家有危难 民族有困难时 所想到的人 是欲敌意境外 安民于家中所需要的人 他的姿态应该是 战争状态下呢 挺身而出 是吧 这个和平时代呢 销声匿迹 军队施工队伍不能来了 这种时候 我们这么不上吗 纵使有一百万个难 一百万个不可能 我们没不能拿科学做理由 说我们做不了 我们放弃过吗 所长 石头 你不要以为 你在理副司令面前顶撞我 我对你有意见 理副司令也不是不讲科学的 回去看了你的管理程序 然后过来电话 他在电话里说 八个字 没有退路 拼死一搏 所长 你说吧 我现在应该干什么 我现在也没有试试 怎么做 梦子 根本不停 的话 我现在来说 我来说 祝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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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不能冷落了你 对不起 是我让嘉怡这样的 可是他不能不这样 我们报馆又走了两个竹笔 我们的老板都快撑不住了 不要跟我说你们那该死的报馆 辽先生 你走吧 我 你走 你知道吗 我对你的印象有改变 也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可爱 谢谢 我的镜头是公平和公正的 要不然 你们还窝居在那边 进不了这栋别墅 你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军人 再见 在这干嘛呢 我看你是不是一个 有人情味的军人 接着我的 说的太难听了 我是怕你常在河边走 终于使了鞋呀 说清楚了 你是怕我失贤 还是怕你不失贤 说的太难听了 我这给你保达护航嘛 一旦有个风吹草洞 我冲过去 免得你让人添了色呀 太无聊了 真的太无聊了 石头 石头 我真生气 平心而论啊 你说咱俩谁更无聊 还有谁啊 你 我怎么无聊了 挺大一条汉子 躲得青墙根 你觉得无聊不无聊 这怎么个无聊的呀 组长面前一天到晚 去打个小报告 好事是吧 过分了啊 是我过分还是你过分的 一天到晚拿着红一连当经验 组长面前跟马贤张宝似的 现在你也回不了红一连了 组长也不是你的组长了 你怎么去找你那些班主任 怎么去找你的幼儿园 我看你是一个不想长大的老孩子 你疯了吧 那莫为人其妙啊你 我这现在我为你好 你干嘛你 你骂红一连干嘛 你没这资格 听见了吗 那你就有资格冲情强根 你们吵什么吵 还让门人工作 recoll访 我 查 杜 您 我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